2023年7月3号礼拜一 现在已经23点29分了啊 马上就半夜了 这个严明赋咱们接着聊啊 我对这个人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主要是对六四感兴趣 这八九六四的爱国民主运动 是吧 这个对赵紫阳啊 胡启丽啊 严明赋啊 瑞幸文呀 万润南呀 严佳琪呀 方立芝啊 李淑贤呀 是吧 鲍童啊 是吧 这个王丹 沃尔开西 柴林 对吧 什么这个周峰索 是吧 刘刚 这一批人感兴趣啊 1938年 严明赋进入了重庆曾家严 求经中学 附属小学都一年级 这是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学校 天主教会有一个叫董建吴的吧 好像就表面是天主教会的牧师吧 或者基督教的 那就是共产党的人 据说他把在上海流浪的那个那个毛泽东的仨儿子给收养了 后来后来他跟他老婆离婚了 他老婆不管这仨孩子了 他是把他已经离婚的老婆每月给点钱吧 后来这个毛岸英 毛岸青 什么毛岸龙 后来有的不就变成傻子了吗 有一个最小的毛岸龙还死了吧 据说 反正啊 很多这个共产党的渗透啊 三字教会 中国的三字 教会 我在好几年以前 还在北京的时候 我有一大哥 我们是生活中认识的朋友 他原来是八十年代就当警察的 他说三字教会 就是被国安控制的 或者是国保吧 他说的好像国安 对 我相信中国的这个各个宗教都被党的这个秘密警察给渗透了 给控制了 操控了 对吧 你得爱党爱国呀 要不然的话 这帮人造反 对吧 这宗教 对不对 这很厉害的 每周五 学生们都做礼拜 哎 这个伊斯兰教不是每礼拜五吗 天主教也是哈 对 这一神教 犹太教 基督教 是吧 伊斯兰教 系出同门 都是在中东 地中海 东岸 以色列 巴勒斯坦 对吧 然后念完一年之后 他跟他三姐叫阎明光 转入了巴蜀小学 四川不叫巴蜀吗 包括现在重庆 然后与同北东北流亡家庭出身的同学 白景锐 白景锐 后来到台湾是一个电影导演 还有一个叫王森 王森是王化一的儿子 王化一是国民党的这个国民政府的好像第一届的立法委员吧 这个王森啊 后来当过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系主任 他们关系不错 然后这个同班同学还有王小棠 王小棠现在也活着呢 1934年生的也都89了 王小棠是祖籍南京 生于开封 我见过王小棠一次 在那个安定门外青年湖公园南岸 有一个高级餐厅 他那好像不点菜 你得一个人多少多少钱的那个标准 还得提前预约 火了几年 那个餐厅现在没有了 王小棠 我还记得他穿着少将的军装 带着那个那个那个奸章 然后那个有一帮人请他吃饭 王小棠已经是老太太了 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 2006年之前应该 因为2006年我就从安定门搬走了 大概是十多年前 那会他大概应该有个70来岁 王小棠还有熊秀文 熊秀文是谁 我不知道我得查一下 1944年他毕业了 后来就是庞听生的身份 到重庆的南开中学 南开是在天津 一个姓张的吧 姓什么的 一个名流创立的 就是温家宝他们 周恩来不在那的吗 很多那会有名的中学 你包括那个西南联大 都往后方签 西南联大 那个谁 清华 北大和南开 后来不是签到了那个昆明吗 对吧 都是谁也不想当王国奴 但是你留下来的人 也不是说就要当汉奸 不是非黑即白 对不对 但是共产党的理论 就特别的狠呆呆 恶狠狠 就是二分法 你不是好人 你就是坏人 坏人我就弄死你 我整死你 1946年 阎宝行 就是阎明复的爹 作为请愿代表 去南京 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 呼吁和平 下官惨案发生 在南京有个地儿叫下官 好像国民党派了一帮特务 给这帮孙子给打一顿 这帮孙子好多也都是共产党 对 表面上是来和平 实际上是共产党那会不灵了 不灵了之后 被国民党打得落于下风 处于下风 他们替共产党来那个什么的 对吧 可是共产党行的时候 快过长江的时候 没见着这批人再出来呼吁和平 这就叫拉偏手 拉偏架 袒护 偏袒 对吧 后来周恩来指派宋黎 宋黎也是共产党的 生于吉林 吉林黎树 也是共产党一个官 黎树 当时还属于蒙古 属于蒙古的哲里木蒙 后来归了这个这个吉林省 所以这个蒙古人游牧的这个地方 或者蒙古人控制的地方 其实东三省的偏西部 其实原来都是人家蒙古人的地儿 后来就化到了东三省 内蒙古自治区越来越小 内蒙古啊 你看黑龙江的那个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叫杜尔伯 杜尔伯就是寺 是吧 你像吉林的那个钱郭 钱郭尔罗斯 是吧 像辽宁的那个卡佐和那个傅新 这都是蒙古族的自治县 然后这个宋黎的老婆 叫王新野 给这个 后来宋黎50年代也被共产党给整了 虽然他是共产党的高官 也被收拾了 然后给他送 送到东北去了 严明复就一业了 一业就不是正式毕业了 从重庆经过武汉南京上海 坐船到天津 然后由这个刘仁 这个刘仁 不是共产党的那个特偶头子 就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彭真的死党那个刘仁 那个刘仁是重庆人 重庆有扬的 然后这个刘仁家呢 又跟谁啊 李鹏有点占亲 为什么呢 因为李鹏的妈叫这个赵军曼吧 然后赵军曼的哥 是那个叫赵什么来着 赵世言 他们都沾亲带故的 都是亲亲 不是那个刘仁 是一个东北的刘仁 那个东北的刘仁的老婆 叫绿川英子 绿川英子是日本人 后来呢 就站在日本 侵华的这个 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的对立面 是这么一个人 他们给他送到了沈阳长春 最后给送到哈尔滨 46年12月送到哈尔滨 为什么送到哈尔滨呢 因为哈尔滨是林彪的大本营 四野的大本营 南边被国民党控制了 北边是共产党 北满是共产党 南满是这个国民党 基本上当时是这个格局 46年 然后他跟他三姐闫明光 后来去加姆斯的东北大学了 第五期就读 47年8月 进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东北民主联军 就是后来的四野 然后他们这个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有一个外国语学校 后来改名叫哈尔滨 外国语专门学校 学习俄语 那会儿应该基本上都学俄语 日本战败了 美国是敌人 对吧 苏联是爹 苏联是祖宗 对吧 就得学俄语 他二哥 闫明志 是那个学俄语的 这个这个学校的老师 49年12月毕业 这算建国前参加革命的 这算有资格了 同年加入CCP 49年加入CCP了 49年到57年 他在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 全国总工会当时好像是李立三当头吧 我记得是李立三好像给安排到总工会去了 然后参与他们接待苏联专家 以及出访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苏联东欧嘛 基本上你会了俄语就差不多了 他的领导叫林立 林立 林立是女的 原来叫林炳佑 湖南长德府 安安福县 现在叫林里县 这个李三点水 香 滋 软 李 就是湖南的四条江河 是林伯渠的三女儿 林伯渠的三女儿 明白了 这就是林伯渠的女儿了 中共五老 这又另一条线 林立 回头哪天我在聊聊这个林立 我对人物特别感兴趣 是吧 尤其是这个国民党的 共产党的 是吧 包括大清朝的这些历史人物啊 我对这特别感兴趣 其间 他作为翻译随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出席了苏共十九大 然后跟着李富春啊 李富春就是蔡畅的 蔡畅的那个那个老公啊 就是蔡和森的 姐姐还是妹妹 蔡和森的妹妹就是蔡畅啊 这共产党都是沾亲戴故的 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苏 又跟着彭真啊 这个全国人大又访问苏联东欧六个国家 中共八大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这个参加了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啊 1957年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中办任翻译组的组长啊 管着一帮翻译 还担任过59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哎他当他们的翻译 1965年 因为窃听器事件 杨尚昆被免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窃听器 就是毛泽东认为啊 认为他们没经过他同意 就给安了一个窃听器 毛泽东和那小姑娘 在这个专列的车厢里边啊 说一些男男女女的婚笑话 打情骂窍 哎这样 1966年 6月 严明志 他他三哥啊 被免职 被停职 参加中央办公厅的学习班 学习班 比监狱强点 这些词 不是中国大陆人啊 不是有点年纪的人 有点阅历的人 都不懂 学习班 基本上跟现在双规差不多 六七年的十一月 严宝航 就是严明福 他爹 因被指控 叫做东北帮 你看共产党有西北帮 你看什么习仲勋那帮人啊 跟那个刘志丹的弟弟 刘景范 后来不是都也给收拾了吗 哎 叫东北帮 叫投敌 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 这罪名可不小 叛党还投敌 背叛共产党还投降了敌人 还是反革命 在家里被抓走了 他们家好像原来住南里十路 好像住南里十路 这个关进了秦城 他爸的犯人代号 六七一零零 然后 过了十天 严明福 也给抓了 罪名是 这个苏修特 苏联 你只要在苏联待过 接触过苏联人 或者你会俄语 你就是苏联特 苏修特 还是杨家的死党 这个杨家 不是后来杀了六个警察的杨家 这指的是杨尚昆 他们家的 就是你是他们家的家奴走狗 说是杨尚昆家的死党 还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给抓了 也被关到秦城 给他也有一个代号 叫六七一二四 他爸是六七一零零 然后他老婆叫吴克良 在中联部 中联部也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主要是中共中央 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 主要是那些左派政党 共产主义政党 搞这种党纪 党和党之间的 这个这种打交道 外交道 也给隔离审查了 隔离审查就比学习班 又严了 又残酷了 后来给下放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就是把北京的 各大机关 包括大专院校 好几十万人 等于就是 集体流放 集体劳改 比那劳改强一点 其他的亲属也被隔离审查了 要求他交代与彭真 还有杨尚昆的关系 还有你这个李通苏修 李通外国 那会有个罪名叫李通外国 这个罪行 包括刘少奇邓小平 与苏修的勾结 也得让他说 因为你当过他们的翻译 他就给你罗知罪名 还有陆定一的罪名 陆定一 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 陆定一他老婆 主要是跟这个 林彪的老婆叶群 俩人有点私怨 陆定一的老婆 好像叫颜卫兵 说这个叶群啊 就是个破鞋 男女关系混乱 说跟林彪之前 你就跟他大学同学睡过觉了 等等等等 后来林彪还写了一个书面证明 说我老婆跟我的时候 没跟别人睡过 是一个纯洁的处女 是处女还是处女 反正就是黄花大闺女 黄花闺女啊 没跟别人睡过 还有还让他交代 武修全 接见苏联大使的经过等问题 武修全也是特务 武修全也是湖北人 后来到苏联接受过 这个特务的培训 在苏联的情报机构 好像也工作过 然后好像有什么刘晓啊 有什么刘亚楼啊 有好多人啊 都在苏联那个军队啊 情报机构都干过 武修全当过副总参部长 也当过外交部副部长 他有点跟李克农 基本上他们算同行 算这个 反正挺可怜的 这个谁也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 严明富 反正你站在共产党的这条船上 你坐在这条船上 你受到虐待甚至整死你 那都是宿命 对吧 蛤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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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